欢迎回到我们总编辑时间的现场 这APAC会议是在美国的夏威夷召开 其中的领袖峰会 台湾是由联战来代表马英九 不过联战他跟胡锦涛今天的会晤 他的格局并不是领袖对领袖 而是国民党的荣誉主席 对中共中央总书记 而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安排的背景 其实也就反映出了联胡会的焦点 而这个焦点就是两岸的投资保障协议 原来有些人在猜测 因为这个在夏威夷举行的是 马英九这个任期的最后一年 原来想两岸关系如果是非常热络的话 有没有可能在夏威夷 因为是美国作为东道主 那马英九能够参加 最后还是发现这里面的速度 没有办法这么快 这也反映出刚刚哲伟所说的 虽然在APAC高峰会的时候 两个国家的领袖 在场外的双边会晤 是非常非常的平常 可是从大陆的发的新闻稿或他的用词来看 他不会把连战就当成是一个 领袖代表 他还是当成是国民党荣誉主席 所以是一个党对党的一个情况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还是有一些功能是可以来谈的 比如说投资保障协议 这个事情其实在江城会的时候就说要谈 那一直没有办法谈 主要可能还没有最高层的来台版定案 如果这一次我想谈老早已经都谈过了 只是在这个过场上面一个形式上面能够通过 那这个应该会对台湾的经济会蛮有帮助的 而这个投资保障协议的这个staking point 也就是他的这个碰到的瓶颈之一 就是台湾跟这个大陆之间的这个资商 或者是这个冲突的解决的机制 那对于台湾来讲的话 是希望是依照WTO的架构 那对于大陆来讲的话 他并不愿意 因为这样子的话 是有可能就是让台湾被视为是政治地位上要更高了 对我想这回说的就是每次在讨论两岸之间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究竟要把它当成一个在一个国际架构之下的双边呢 还是是一个两岸特殊的一个形式 那这里面牵涉到是不是按照WTO的一个程序来走 还是说是一个我大陆特别为台湾这边开放的一个 特别的冲突解决的机制 那如果是特别的话 就包括这里面上述的等级 然后参与的这个仲裁的人是怎么样 这都有一些特别的讲究 那我觉得现在对大陆来讲 可能还是没有办法 让他变成一个国际上面 照既定的惯例去走 如果您必须要做一个预测的话 今天王毅就讲了 就有点或者是雨带玄机 问说明年会不会有这个海基会 海协会的第八次的这个会晤 他雨带玄机的说 如果有开就会有投资保障协议 那您预测这个投保协议的内容 它可能是属于一个两岸特殊架构的 还是属于一个WTO比较国际架构的 我比较认为是还是属于一个两岸特殊架构 但是也不能够忽略这里面有国际的含义 我们之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日本的商人 愿意到台湾来 现在开始我们跟日本已经签了投资保障协议 那也就希望说用这个方式间接的 这个可以核资以后的企业能够到大陆上去 也能够受到保障 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大陆对我们的开放的程度 一定会大于对于其他的程度 所以这个方面 日本就可以享受到它的利益了 所以国际上往往是这样一个情况在发展 但是我在想 是不是明年在选前 能够有一个很快的一个结果 加开江城会 这个会不会对选情有帮助 这个是需要 对于国民党选情有帮助 这个需要大家各自来做评估 而另外呢 这次这个APEC还有一个主题 就不是会外会了 但这主题呢 就是这个FTA 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个精神 而比如说呢 现在这次美国就有意要推动这个环太平洋地区的自由贸易 那名称叫做这个TPP 而台湾方面是表达出了一个高度的兴趣跟意愿 不过大陆方面的话似乎是有些疑虑 这一次为什么美国要推这个 主要是APEC 在自由贸易这方面其实推动的非常有限 反而是在APEC里面各个会员国都积极在做这个事情 那这样子其实对于美国来说 他们很不愿意看到 APEC是美国创设 那个时候他总是希望这整个经济的经济体的发展 是有利于他的 现在看起来反而是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2005年有四个小的国家 纽西兰新加坡文莱跟智利 他们首先成立一个TPP 然后美国在2009年欧巴马就宣布正式加入 后面也陆续很多国家加入 现在已经有九个国家了 这九个国家美国是希望进一步再扩充 然后这九个国家他们最近在开会 预备在APEC的会上面正式提一个纲理 让这个TPP能够扩张到每一个国家里面去 现在这个关键问题就在这里 台湾是APEC的成员 但是台湾是不是能够用同等的身份加入 TPP 当时台湾要加入APEC的时候 其实是高度政治性的 台澎金马关税领域 然后这里面是经过很多的折冲 那个时候在一些国家 包括澳洲跟美国的坚持之下 如果说大陆反对 大陆也不要进来了 就是台湾跟大陆一起要进来 当然台湾的参与层次 比如说像现在的领袖会议 可能就会稍微降格一点 但基本上其他部分是平等的 那TPP有没有可能把台湾就排除在外 我觉得现在台北是比较担心的事情 但基本上TPP是一个自由贸易的一个集体的架构 那现在这个架构能不能扩张到每个国家 其实大陆那边也有疑虑 他认为由美国操纵的整个架构 其实会比较倾向于美国 那他不像当时大陆跟东协国家定的10加1 或者是大陆加日本跟韩国跟东协国家定的10加3 总是他有比较主导的权力 你现在变成TPP的话 可能主导权就会旁落了 所以这个一个是台湾有没有办法加入这个TPP的问题 而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大陆方面 他所担心的可能就是主导权往美国去倾斜的一个状况 而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这个成人兄了 就是您编辑的时报周刊这期的封面故事了 那主角是一名行走美国台湾两地的大骗子 英文名字叫做Jack Who 胡杰克 然后他跟母亲在美国被这个联邦调查局FBI逮捕 而且如果所有的罪名成立的话 最高的刑期是60年 不过他之所以成为这个封面故事 还有别的原因对不对 对这个其实我们在去年4月 Jack Who就曾经透过中间人跟我们碰面 那个时候他是一直在积极争取 安排小布希在卸任以后来台湾访问 那为什么要这个事情是有利可图呢 老实说因为台湾的外交关系的美国的高官通常也只有下了卸任以后才能够到台湾访问 来了以后通常有优厚的演讲费 你跟各方的人接触也有很大的一个好处 所以有一些仲介公司专门办这个事情 那Jack Who他在美国政界好像是有一点关系 然后他就来虎 说他有非常多的管道可以安排 比如说钱尼来台湾访问 比如小布希来台湾访问 他来的时候很有排场 他找了六个洛杉矶警局的现役警探 但是大家知道就是现役警探我想这位很清楚 他们休假期间就可以做保镖 那大家不知道看这些人都拿出警徽来就被唬到 英文叫做moonlighting 对moonlighting 拿出警徽大家就觉得这个Jack Who是有来头的 来这边以后骗了很多人 那很多人也都上当 那这个事情因为10月的时候FBI把他跟他妈妈给抓了 所以这个事情才整个暴露出来 事实上接下来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 是您的刚刚答案已经稍微回答了一部分 就是要在所谓的这个上流社会行骗 而且对象理论上又是高知识分子 那这些人也不是没有见过世面 可是为什么古今中外这些受骗的对象 是不绝于输 而且像Jack Who这种骗子呢 他有什么诀窍或者是特点 我想第一个他是有一些排场 我们讲警察是一个 然后他拿出很多他跟美国政要合照的照片 哲伟你在DC你知道很清楚 很多Function其实很容易拿到跟对方的合照的 但是对台湾来讲很多人不知道 觉得哇你怎么跟这个人也合照 跟那个人也合照 我想第三个 他在台湾一定要找一个人非常相信他 这个人相信他到这个程度 他甚至愿意帮他去转介 譬如说像陈敏勋 前台北101的董事长 对然后他之所以他就那时候被Jack Who给骗了 然后骗到相信的程度就是也同时把他的朋友给转介出去 政界也有一个人这样子 所以像像他有安排哈克比以前的 哈肯涉州的州长来台湾那个时候好像跟叶潜昭合作 叶潜昭有很多connection然后叶潜昭帮他转介到 譬如说前副总统联赞 也就是叶潜昭帮他安排介绍认识 这个事情现在曝光了大家都很糗啊 那即使有被骗前也都不肯承认 但是在台湾这种事情其实在美国也是一样不绝 一直是没有断过 像前时候的黄旗也是如此 那这个也是年纪轻轻但是很敢骗 这个每个人都被胡的一愣愣的 对的确这个在华府呢 去年的时候有一个新闻 就是一对夫妇有办法呢 就把他们自己混到白宫里面去 或者是说呢这个英国皇室的这个重要的大典的时候 还有人也一样可以混进去跟女王这个握手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 而今天呢非常谢谢我们时报周刊的总编辑 同时也是台湾国际问题专家的郭崇伦 在国际外交事务上为我们做的精彩的点评